大家好 有很多朋友问我 冬天的后院是什么样的 没有什么可看的了吗 其实冬天的后院主要是雪 但是景色也是很美的 我身后这个呢就是金银花 大家看一下它还是绿颜色的 金银花是非常抗冻的植物 今天是2022年1月1号了 这叶子还绿 还在上边啊 上面都很多雪 然后这个是葡萄的架子 这个主要是种的是乒乓葡萄的架子 后院还有三棵小的松树 看见了吧 这是葡萄架子 现在上面都是雪啊 桌子上边的雪大概有15厘米了 就昨天晚上下的雪 这场雪是挺大的 也是2022年的第一场雪 想起那首歌是 高郎那首歌怎么唱来的 我有点忘了啊 这就是我的后院 这心下的雪轻飘飘的 在外边缠雪呢 就等于锻炼身体了 我喜欢缠雪 雪融化了以后就会很重 那时候缠就费力气了 现在一点都不费力气 轻飘飘的雪 今天的温度是零下9度 这个平台是木头的 尽量不让雪堆在上边 雪堆在上边太厚了 这木头就容易腐烂 所以每次下雪以后呢 我都把它清理干净 雪融化以后会很重 压在平台上 容易把这木平台压坏 所以就把它散干净了 好 好 好